夺冠72小时张龙前妻再接李梦伤疤 梦姐霸气回击让人敬佩 大家好我是阿世 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女兰 目前的中国女兰在夺得冠军之后 在澳大利亚进行几天的休息调整 目前已经凯旋回到国内 此次中国女兰能时隔12年再次问鼎亚洲杯的冠军 离不开含蓄李梦的出色发挥 他们能够不远万里的从WNBA响应国家的号召 回来帮助女兰冲击冠军 并且在比赛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自己超强实力 也让球迷对两人有更高的评价 随着亚洲杯夺冠之后 李梦和韩旭也是纷纷入选最佳阵容 并且韩旭也夺得了双辽MVP 现在的两人已经乘坐航班回到了WNBA 自己所效力的俱乐部 继续来征战自己的赛事 在中国女兰夺得亚洲杯冠军 所有球迷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 然而就在此刻 张龙的前妻又在媒体上无理取闹 再次揭开李梦的伤疤 近两日也一度让李梦再次陷入到舆论之中 大家都知道 在此前李梦和张龙的事情一度被吵得沸沸扬扬 张龙前妻更是破冠破摔对李梦进行攻击 近日就在李梦夺冠之际又再次在社交平台说起李梦家公共的丑闻 张龙前妻表示他们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而且公共和对门婚外情很多年 对此很多球迷也表示张龙前妻的做法属实有点过分 明显是在趁李梦帮助国家队夺冠之后来蹭热度和流量 这样三番五次的去对其攻击确实没必要 也遭到了很多球迷的吐槽 这样去诋毁帮助国家争夺荣誉的李梦 也让很多球迷感觉到气愤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支持张龙前妻的 也提出建议希望张龙能妥善处理此事 也能给李梦一个更好的答案 随着张龙前妻在社交平台上这样三番五次的揭露丑闻 李梦本次也不再进行躲避 而是勇敢的面对外界的质疑声 李梦在夺得冠军之后也是霸气的发声 李梦表示女生不希望被定义 不管在哪里在哪个舞台 自己也会努力的去提高自己 可见李梦这一番话也是话中有话 也能看出来 李梦现在更加的自信 也更加的成熟 此次李梦这样的做法也得到了很多球迷的支持 有球迷指出 李梦对于篮球的热爱和态度 以及在场上的表现 都将女篮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给后辈的小将做出更多的榜样 也让自己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次李梦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再一次证明了自己 相信也能让很多人重新的去喜欢他 朋友们这次怎么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